在節目開始以前 別忘記訂閱並按下小鈴鐺 不要錯過樂手槽的更新喔 如果你需要樂器的火力支援 也可以上樂手槽的YSOMART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傀儡 在我對面的影片的熊 嗨 大家好 我是最喜歡JAMPETAL的熊 沒有 我買了兩顆 開心 你自己現在盤上有三顆了嗎 三顆 對吧 所以嚴格來說算四顆 嚴格來說是四顆 對 因為有一個二合一的 對對對 二合一的效果你覺得好用嗎 我覺得不錯 嗯 就是 怕踩錯 怕踩錯 對對對 其實我二合一的效果遊戲也不止一次 因為我本來以為只有SWEETY 可是我上一顆FARS 我上一顆的DELAY跟FARS結合那一顆 他其實算三合一 他有B CRUSH的FARS跟那個 那個DELAY 我現在想說我沒有用JAMPETAL的東西 是JAMPETAL 大部分是JAMPETAL沒有的 主要是在於說他沒有你要用的東西 對對對 嗯 嗯 那個CORUS 好好聽 會中毒 會中毒 那個會被淹死 水龍頭寬不起來 那DELAY也是啊 嗯 DELAY賣完了 哦 完壽了 完壽了 好快 好聽 要搶到快 沒有再快了 你要等我們下一批火 等下一批火 對 往進今天的節目 就之前有網友在錄音版 因為像那個有些窄路的粉絲團啊 就當然就是會有人去留言嘛 嘿 然後呢 然後勒 因為有人就會說像FocusRide他的錄音界面 誰要開始吐槽FocusRide 沒有我沒有要吐槽他 就推不動5758 因為5758是很經典的麥克風 5758怎麼會推不動 那有什麼說推不動7B我還可以比較可以理解 對可是就是有人這樣然後就Mori 就我們認識的錄音室就跑去跟人家 所以我57可以就有兩隻 然後就實測了 然後我推給你看 可能會爆吧 57 對對對 其實他的動態是蠻靈敏的啦 對啊 而且我覺得5758是一個就是 我覺得是你在測試裝備的時候 一定要測試到的東西 對對對 像我自己5758都是我自己的 那像我們主唱蠻特別的 他那支型號我忘了 可是就他是一個手持的 電容麥克風 這不會太V嗎 呃其實還好 但是你會知道 因為他有來我家路過嘛 然後可以感覺到就的確是電容 就是周圍環境他會說比較大 其實沒有比較方便啊 對可是他那一支的話就是 for女生 他的高頻延展性比較好 就他的高頻有保留更多下來 就女生細節會更輕 像這支就沒什麼高頻 說什麼這支沒什麼高頻 對啊 但就是以現場不怕V這件事情來說 其實是非常好用的 嗯 對對對 因為他收音範圍很窄 對然後高頻又沒那麼多的話 其實就相對來說難V一點點 做人很集中 對 我都7B 7B幹到底 我看很多像模仿7B的跟7B本身 他主打是podcast的 就是那種錄音節目的 broadcaster broadcaster麥克風 那他錄唱歌這些都ok嗎 因為我看很多人也是這樣唱的 我覺得他7B錄Vocal最大的好處 就是你在家裡錄Vocal的話 嗯 不怕被別人吵到 不怕被別人吵 對啊對啊 你除非GAN推的超大半 你其實要收到旁邊的音 還蠻難的 我也是不知道幹嘛 然後我小孩在外面狂叫 然後其實沒有收到 哦 恭喜恭喜 就是他的收音 就是他GAM要推很多 嗯 然後他要就是要做蠻多事情的 然後其實很多聲音他都收不到 我覺得還是蠻方便的 因為我看過一個就YouTube 他專門測試麥克風的大多數 然後他有一集就是 因為這集是麥克風的經典嗎 5758 7B 對 然後他三支去測 就蠻有趣的 因為三支其實大家聽不出來人聲的差別 可是樂器的差別很大 很大對 奇怪怎麼會這個樣子 這蠻特別的啊 我不知道可能是 人聲的頻率還是有一些限制吧 但是樂器的可能比人 人的VOCAL更開闊之類的 也說不定 對啊 因為其實我收吉他的話 我最喜歡組合是 我還蠻喜歡用7B收吉他的 7B收吉他 那有一個蠻特別的聲音 然後 武器一定也還不錯 就是一定會有的 然後421我也蠻喜歡的 我們今天要聊麥克風嗎 這麼ㄍㄧㄥ嗎 沒有沒有 只是我們今天要聊 12月的樂器新品吐槽 今天是12月的news的吐槽 我覺得這個月 就JHS竟然出現了兩次 因為他推出了兩個新產品 但是這兩個新產品又概念上不太一樣 首先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很殘酷的限量版 Jermanium的Booster 就他一顆一顆鈕 然後一個開關 然後算你250塊美金 乾超貴 哈哈哈 真的嗎這樣算貴嗎 一個Booster Booster通常可以幹嘛 Booster啊 Booster就是一個功能啊 像我看Ray Shaw他的節目 Ray Shaw他也是一個做吉他YouTuber 然後基本上他也是可以走到很 high-end錄音等級起來 他不一定是用很貴的器材 可是他整個節目錄音那些東西都很high-end 他其實喜歡用boost 勝過用overdrive 因為他們這種音箱使用方法 就是很傳統的boost去推amp 就是最標準的 讓音箱破掉的方式 就是前面音量給他過大 對他用boost去推出來的破音 是把音箱的破音推到更極限 可是overdrive的話是本身overdrive 他就是破了他去染上去 所以他更喜歡boost去推 我比較喜歡overdrive去染 哦真的嗎 每個用法不一樣 像說實在我們玩metal的話 我們可能真的TS9 這種overdrive去染味道會比較對 可是像我自己用duke of tone 我就用boost去推我的quarkodex 那個真的好聽耶 就是我覺得那個高頻率染上去以後 那整個聲音通透度高很多 可是這個germanian的boost他比較特別 他用了一個他裡面的電晶體 他是用germanian就是折晶體 折晶體是現在已經很少在使用的東西 然後他說他好像從英國的倉庫裡面 還拿到挖到了一批 所以他限量750顆 應該就是只有750個這個零件 可能有800個就前面有開發用掉一些 啊對還是要測試嗎 germanian就是一個不穩定 不穩定 高汙染 高汙染 沒什麼人想用的東西 所以現在沒有人在做了 那所以挖到germanian的零件就是 有一個是一個啦 那germanian以前很多用在fuzz 啊boost當然也有嘛 他這一次的那個booster 也是仿造一個很經典的老booster 我通常叫什麼 那個triple booster triple booster 對他那triple booster 以前他是放在音箱上面一個盒子 因為那時候效果器的概念還沒成形 對就沒有什麼地板的這種想法 我們要看到現在大家所習慣的效果器 這個形式是boss在1970年代尾推出來的 對像以前可能只有fastface 或eHX一些東西 可是真正現代這種規模的成型 他們講說compact的paddle 就是微縮型的 對這paddle是從boss的od1那一批出來之後 ok大家開始跟著這樣做 大家就這樣做是大家也比較好去開關啊 那些的調整啊 因為在之前的paddle 可能比如說boss的那算rolan還算boss 就ce1嘛 rolan 他那個就是一顆這麼大一個 對Fastface也超大一個啊 Echoplex也是那麼大一個 所以在縮小化到這樣大小的 我們現在習慣配合大小是從boss開始 對 對 所以像triple booster他以前就是放在音箱上面 像一顆很大顆 對一顆方形的 長方形吧 對長方形 然後就你正面看著這樣 然後就是導致你的插在上面前面 對這樣子 可是他很 以現代人的觀點可能以為那是di 啊 對很像di box 對對對大顆di box 可是像tony iomi啊 這些就我們很喜歡的老樂手 他們就是用triple booster 去推出那個音色 對他可以把音箱的亮度也給推出來 那他那個角度要調嗎 Triomanian不是就是一個這麼高怪的東西 你看有些人是放歪歪的 放歪歪的 故意的還是不是故意的 啊 他因為他他的運算效率會隨著濕度 溫度 嗯 角度 角度 你的電池 電池的品牌 導致各種不同的事情發生 所以Triomanian其實蠻難搞的 對 可是triple booster 我說實在我現在是一個很喜歡的 因為我們可能過去 呃我們調音箱的時候 像尤其我們在破音的時候 我們不敢太亮 因為越亮會越刺耳 可是他在你暗的時候又有點太暗 就你插下去以後 他會到一個剛剛好的亮度 所以你買了嗎 沒有 我是用模擬的 就我會去加一個上去 讓他的音色聽起來 尤其像clean tone的時候 我clean tone不喜歡太刺耳 所以我會故意調暗 然後再加一個這個 剛剛好 你知道嗎 那天 就是這一次 這一次JHS的這次的販售 他其實是有開直播 嗯 然後就是告訴大家要賣囉 你知道直播開始之前會先就是跑一個預備畫面嗎 嗯 對 然後他不是750顆嗎 嗯 真的開播的時候就已經只剩400顆了 他開播七分鐘完售 然後我你知道我有跟到這個直播 嗯 然後我想幹我要不要買啊 250塊美金買快boost衝啊 呵呵呵 神經病喔 這股票 然後我我還在掙扎說 欸賣完了 好不用想了 呵呵呵呵呵 準備去reverb上去收購一倍價錢 價格 一定超貴的 我們就 就 boost 250塊美金 我進台灣還要運費關稅 而且實用度不一定很高 對啊 因為大家對JHS的印象就是那種很analog 讓他很喜歡去追從 就比較復古 他很懂歷史 很懂他設計 然後設計出來品牌 但是他最近自爆 啊啊啊啊 他從去年九月開始 他做的demo全部是用camper的印象 嗯 其實其實我有一個預感 為什麼 呃 Josh後來不是很常做直播嗎 嗯 然後從他直播開始都是戴耳機之後 我就覺得 哦 那時候發現 哪裡怪怪的 啊 對 案情不單純 呵呵 那時候你就有點懷疑了 就是 就是 因為他們如果在同一個空間的話 他不需要用到耳機啊 嗯 就除非他要保護耳朵啦 嗯 可是我覺得他耳朵應該找到壞了 他不需要保護 呵呵呵呵 不過換句話想 換camper可能也是為了保護耳朵 嗯 對啊對啊 因為我是覺得現在數位已經發展到這個階段了 嗯 呃 只有 不適合你的 產品沒有不好的東西嗎 我們常講這件事情 對 所以數位的amp我覺得一點 就用啊 沒關係 嗯 他一定跟analog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嗯 但他們有不一定是不好的 嗯 對啊對啊 就看看狀況使用啦 那你覺得那些analog掛的人 他們會不會因為這件事情崩潰啊 他們是不是對自己的信心崩盤 哦我們一直以為是analog聲音 結果他是數位的 我覺得可能比較大影響是這個東西 結果他洗掉了大家 對analog的美好幻想 沒有因為因為我今天說一句 這可能有點政治不正確 哈哈哈哈 但是我說真的 我不相信聽眾耳朵有那麼好 嗯 就是有的時候我們一聽這個鼓我覺得超假的 嗯 然後 每個力道打那麼平均 然後 然後就其實 其實他搞不好錄真的是compressor壓太兇了 對也有 然後或者是 呃我覺得這個鼓 哦他都錄得不錯然後結果是假的 嗯 也是有可能嘛 對 然後 就是我今天用真的amp還是假的amp 觀眾 不一定聽眾啦 因為大部分人都是聽眾嘛 聽眾不一定能夠感受的到 他覺得OK 就是音樂 嗯 對啊 那當然身為一個 就是玩團仔 我不敢說自己是音樂人 身為玩團仔 但我還是會有一個追求 大家也知道我現在現場 是用IR的 嗯 對 但是其實就是我這一陣子還是很窮 我一直很掙扎要把JCM800賣掉 啊 然後把我的Blackstar那個Sandgems賣掉 雖然說他是半數位的啊 對 但是就是兩個畢竟是音色不同的音響 我一直都很掙扎要賣掉這件事 嗯 但我終究沒有賣 啊 所以我希望下次我錄音的時候 還是提了兩個音箱頭走進去 哈哈哈哈 因為我覺得錄音還是有差 嗯 尤其單track聽的時候 可是 呃 開始進入混音程序的時候那些差異化會慢慢被磨平 就是他一定會刪除掉不必要的東西 但是我常講一件事情就是要先有 對 才能沒有 嗯 你不能一開始就沒有 對啊 所以我錄音一定還是盡量有analog的器材 因為早期數位的其實就是先幫你把這些東西全部砍掉 反正他就是弄你平常CD聽得到的聲音 就是很乾淨的 已經處理到就是在做後製的時候是很輕鬆的狀況了 對啊 對啊他這次JHS他主要就是賣他的銀色包嘛 銀色包他用AMP組啊 對而且他的Milkman那個銀色包是免費的喔 嗯 結果他已經上他平常demo的那個pack是免費送你的 然後他另外一個pack就裡面是精選了6到8顆吧 他最喜歡的音箱 包括他有接CM800 我說我好後期 其實我好後期他接CM800 可是他是賣Camper跟Helux用的專用 對對對 所以我下載他Milkman就一打開那個檔案副檔名就是Camper的包 沒辦法開可惜 還是你要買Camper Camper沒有我要Quarkodex的功能 OK好 對就是Camper畢竟他搶打還是在他音箱上面 如果今天放到如果今天比如說Camper或QC都有做所謂的Stomp版本的話 我可能會哎呀可能啦但我沒確定 對因為這兩家的音箱的音色資源都算蠻夠的 這個月有一個星級他還沒正式發布 可是就已經前導預告一堆了PRSSE的DGT DGT我們其實在以前podcast在聊那個PRS的時候我們稍微提過 Steve的最愛嘛 對然後我們認識的某人最近就在二手版 你直接看 先說Steve啦在二手版你真DGT Core等級的DGT 好想在下面嘲笑的啊打幹嘛賣掉了 我就被Steve打 說實話我覺得是蠻有吸引力的產品 因為我們大概講到概念 因為DGT的話他就是David Grissom 然後他後面那是一個Tremolo Tremolo 所以有Tremolo所以叫DGT 對可能台灣對他沒有那麼熟啊David Grissom 可是他在美國是一個蠻知名的吉他手 DGT就是說他把Makati然後加上了搖座系統 然後他的那個三個旋鈕的位置也是蠻 就符合他個人特色 蠻討厭的 他的最後一顆才是音量鈕吧 每個人的習慣不一樣 我覺得這是配合他的習慣 中華店 他裡面有一個門市的電源他自己就是拿DGT 然後我就有一次 對 我這就閒晃過去嘛 然後他就看到我 因為那天剛好沒什麼課了 他說欸我今天有帶琴耶你要不要彈一下 我說你帶DGT嗎 對啊你要不要彈 好 那聲音真的是蠻屌的 真的假的 聲音真的蠻屌的 可是GOTOP我不喜歡 那你覺得特色是怎麼樣子 他真的有個Laspo位 對 但就是如果今天 反正今天就是琴的角度來說 我不會特別追求 他一定要什麼音色的琴嘛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就是一把很好用的琴 嗯 對 就像我的Laspo有 有帶一點鼻音 啊 就像我的Laspo有PRS的味道 而且有的PRS的味道 那個PRS還是為了模仿Laspo做出來的 所以是 昏吞喜樂 哈哈哈哈哈哈 對啊 SE版我覺得 應該算有信念 因為 我覺得並不是因為David Grissom 本人 因為說實話 就是我覺得海外對他認識的人 反而比較少 他比較少 可能這把琴承在美國賣 我不大確定 因為David Grissom在亞洲 以亞洲來講好了 他知名度可能沒有John Mayer這麼高 對 可是我覺得他的配置上面 是蠻多人要注意 他可能想要一個Laspo的聲音 或者PRS的聲音 哪個要搖座 對 對這樣的設計 我覺得 這也算是第一個放在SE產線的 這一類的產品 嗯 對 因為其實在 在今年年初的時候的傳聞 嗯 是會推出SE版本的594 啊 他們想到年底出來居然是DGT 對 我還蠻意外的 因為感覺594下放到 SE還蠻合理的 嗯 對 但是是DGT我就那時候一看到就說 你確定這個在這個價位市場是可行的嗎 我覺得蠻冒險的 嗯 對 以我以我的想法來說 我覺得蠻冒險的 就是需要一點年資的人才知道的樂手 嗯 放到這種大眾 尤其他student addition嘛 學生產線來說 我不確定是不是好事 嗯 對 可是可是照老美買東西習慣的話 或許很多人會去買 不一定 但我現在就是越來越少看歐美琴了 怎麼辦 哦 就是已經完全被日本的美觀給詢化了 對對對 你不覺得PRS越來越沒有美國魂了嗎 琴越做越精緻 PRS本來就沒什麼美國魂 是另外幾個品牌太有美國魂吧 就是 就是你琴要買到這個價位了 這個工要做好 我覺得是基本盤吧 啊 對啊 所以他畢竟是個工藝品 他當然是消費級產品 但他也是工藝品 對 所以你一定會希望你花的錢買到東西 是漂漂亮亮舒舒服服的 嗯 美觀很重要 但就是 太美國了 那你覺得Polypia新的兩把代言琴 乾那個demo能踢個鬼哦 效果開成那樣 完全聽不出來這個琴的原聲 我就覺得那兩把琴很帥 嗯 就是尤其天安神那一把 哦我不喜歡銀色 哦 可是那個銀類 的銀類很騷欸 銀類就是那種致敬Steevi的感覺 對那銀類很騷 然後我是覺得蠻蠻帥的 可是 就是他demo完全聽不出來 他的聲音應該是怎麼樣的 我就有覺得 OK自動帶入IbanezRG 可這是完全粉絲像 對啊 不過他還是AZ概念的 他 他群頭看起來還是AZ 對群頭看起來還是AZ概念 Fender Elemental 我覺得有中 我覺得那個系列 蠻現代蠻好看的 嗯 然後 我覺得是完全全新的Fender 對對對 但就是Telecast的雙雙我不行就這樣 哈哈哈哈 很簡單吧 不過他黑色跟白色就是等於說水 呃 地跟水 就是他是用元素 所以未來可能會有烽火這些元素 那個外觀設計就是現代 那個很有那個現代的殘風的感覺 對 對 就蠻乾淨綠落的 所以在中華房子看好多這種東西 呵呵呵呵 就很乾淨綠落啊黑白啊這個有點殘翼的切割的感覺 很不錯 所以如果他整個全部元素都做出來 可以召喚出什麼東西呢 召喚出拉格納羅斯 呵呵呵呵 哈哈哈哈哈哈 巴哈姆特 巴哈姆特 巴哈姆特我大哥 巴哈我大哥 巴哈我大哥 我現在每個月還是-100塊給他 那你看那個那個那個孤獨搖滾了嗎 我看到第二集 我看到第二集 我直接我直接跳第一集跟直接跳12集 太過分了吧 人家有點尊重好不好 沒有我沒時間啊 這新聞來那麼快那麼急 我也沒時間看啊 那你覺得這延上時間 他算是這個月新聞啊 不過播出應該已經1月了 你說你說 你覺得 討論區 YAMAHA Gibson Lasbo Custom 升級成YAMAHA PASIFICA 我覺得江大獎那句話最對 怎樣 你確定那不是Gray Cole 沒有因為後來好像有發現 就是他在開始就的確有講這把是Gibson Lasbo Custom 我覺得換一個想法講好了 就是他的劇情推進是 他後來練習彈吉他因為不要那麼孤獨 然後做了YouTube頻道 然後一開 然後 本來都只在線上表演 然後後來拿了YouTube的盈利 去買一把YAMAHA PASIFICA 然後大家覺得你從Lasbo Custom 換成PASIFICA 帶一個中價位三四萬左右的琴 對啊 可是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那把琴本來是他爸的不是嗎 對啊 結果他總算出現第一把自己的琴 總算買一把自己的琴 自己的琴 我買第一 自己花錢買第一把琴 就可能也不要買那麼貴 因為你看他一進店裡 就是只釘釘的釘的那把琴 他對這把琴的外觀是完全重 搞不好你就是需要單單刷 雙雙沒有不好 他是P90霜 他P90霜 對 搞不好他需求就是 我不想背個4.3公斤在身上 嗯 對啊 那種我沒有 以前Lasbo 背久了 就覺得 肩膀不舒服 Gibson是一個 Lasbo真的背久很 很辛苦啊 我跟你講 你如果拿過YAMAHA的S有700 Lasbo Custom 你不要拿那個出來比 YAMAHA那根沒脫水吧 然後聽說以前 Santana拿的SG也有6公斤多 對啊 那個太重了啦 這個真的深強體重 年輕力重的小夥子 而且說實話 再回來講一下 Lasbo其實不好彈 他不是一個很好彈的琴 我今天在Mateback上 完全沒感覺到這一點 Mateback很好彈 對 我覺得 但Gibson不好彈 對 可是到底 這個到底他差別哪 因為 Nake的 Nake 我覺得Nake形狀 Nake他雖然肥 可是又不是像Gibson那一種 而且他高把位 我說實在我目前還沒有 真的被卡到過 嗯 就是我也不知道 就是設計上 單獨不比較 我感覺不出來那個差異 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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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對YAMAHA 吉他印象怎麼樣 冷 冷 就很YAMAHA的個性 嗯 就我覺得YAMAHA的產品 從 因為我其實買了 第一把YAMAHA琴 是BASS 那你的第一把YAMAHA 第一個YAMAHA機車 是哪一台 我沒有買過YAMAHA機車 我上一台叫做豪邁125 現在騎狗狗肉 這樣可以嗎 OK 現在要講亂點天賦書的故事嗎 沒有你你知道 我有一次跟YAMAHA一起辦活動 然後我說哇 YAMAHA 然後就他們的工作人員跟我講 我們跟機車沒關係 就好像所有人都會先問 他們機車那麼大 然後我們就是 各種天賦書亂點 對對對 可是就他們的部門是 比較分開 樂器跟機車 一定分超遠吧 對對對 就是YAMAHA 然後包括THR 我都覺得就是有一個科技感 科技感 但是有些人會需要這種聲音嗎 對 就是比較冷一點 但沒有不好 對我覺得對我來說 他是蠻中性 對我來說就是 喔對你說中性 他什麼他什麼都可以 然後其實說你看他好像 就是可能主要樂器 他可能鋼琴啊 可是他數位的技術性很強 像我們說靜音吉他 他基本上算是根本領導品牌 對然後他的包含一些電子的吹管 電子的一些核生機等等 其實YAMAHA在這些領域 雖然你有些比他更有名的牌子 像KORG 核生機就KORG這些東西 可是他其實在這一塊都站的蠻穩的 對啊 對就各方面都很強 而且LINE6現在是YAMAHA的喔 嗯 欸講到音箱啊 JC120限定版 350顆 好想買喔 真的假的想買JC120 被那個貼皮燒到 他只是貼皮耶 他是貼成那櫻桃木的顏色 他不是真的用木頭做他是貼皮而已 對對對 我覺得 好好看喔 可是JC120是好音箱啊 JC120好音箱 他就是最適合Clean Tone嘛 對 他就是一個Clean Tone之王 對啊 嗯 我在音箱模擬的時候 最愛開Clean Tone音箱就是JC120 因為他最符合Clean Tone的概念 他真的是超級Clean Tone 嗯 然後CORALS又好聽 對 對 因為他是一個 真的電晶體音箱 而且在那個年代 大家還在真空管的時候 他就開始在用電晶體做音箱 開始在挑戰這個世界 對 耐操耐用 耐操耗動 贏地 對 這在台灣人的印象啦 對 就變成說 我們後面玩樂團 大概2000年初期 大概都是受害者 大家都很討厭 METAL的世代 大家都討厭JC120 他就是JC1120了 對對對 而且他幹嘛啊 而且他的CORUS跟Tremolo 這些都蠻經典的 對啊 是Bibbattle 反正我上 不然我們再借一次 然後來 來看各種破解法 嗯 我以為你Studio 就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呵呵呵呵 你們那邊沒有人有這個需求 太貴了我買不起 他一顆很貴 三四萬多吧 對對對 就是以電晶體印象來說 他算很貴 我那個時候買Marshall的DSL15 再加上CAP加起來兩萬多而已啊 對啊 也沒有也沒有太貴 也沒有太貴啊 嗯 而且我那個時候設定那邊 要放的都是小瓦數的印象 所以 CZ120瓦數就有點 對 他是真的 他很大聲 對 他真的很大聲 對 欸講到小瓦數的印象啊 這個月月初有一個Badlander 25瓦 MESA Boogie的 我看到了 結果我本來有興趣 結果後來發現 喔 一有八四了 算了 不是一有吧 就是他是那種 後級管是比較小的管子 就八四啊 對啊 八四嘛 他應該是八四跟六 V6吧 之類的 對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MESA後級管是可以自己換的 但我相信他們的技術應該是讓他的音色非常接近啊 所以我覺得這是沒有疑問 我還是覺得用過三次會回不去巴士 對就是可是就是有一種心理的業障 對業障 對業障 而且因為本來的五十瓦音箱就可以切小瓦數 只是這個Badlander他可以切更小瓦數 對 可是MESA的音箱不管大顆小顆都很貴 反正不管怎樣 你在家音量都只能開這樣 對對對 就打不開 他可以silent record 對 我覺得這一次真的很好用音箱 所以就 我現在silent record就只能靠 Blackstar了 我前一陣子去把我的quark code 第一次我拿去capture我的音箱頭 結果我還是覺得我音箱頭比較好聽 就是他會多一個 他多了一個低頻 對我來說 就是有他某些頻率以下沒有砍掉 就變成說我必須事後再去把它修效 對 因為多一個那個衝擊力啦 嗯 啊講到這個 昨天有 朋友說 那 因為也是在這個樂器行這個產業裡面 他說他遇到一個客人 然後說 我現在是不是都只靠模擬這件事情 然後覺得聲音就很OK了 就是不用過poweramp這件事 沒有過poweramp這件事情 但我想聲明一下 嗯 我去表演我對monitor的要求是 我可以表演完就好 啊 我從來不要求我monitor要多好聽 嗯 對 而且我們bass 我媽bass開爆大聲了 我沒有必要跟他去搶那個震動感 對不對 嗯 而且我現在表演都戴耳塞 哦你又戴耳塞 我都戴耳塞 年紀大了 怕保養啊怕受傷 嗯 我現在 我現在基本上去表演練團 看表演 嗯 可以的話我都會戴耳塞 我現在是耳塞不見了 我也在找我的耳塞 再買一副 對啊因為這個耳塞我們要的不是 對我來說我不會要的是普通耳塞 而是就音樂專用 因為他的頻率會消的稍微比較平均一點 他不是把聲音悶住 對對對 對就你還是聽得到很清楚的聲音 我買那一對耳塞也要兩千兩千塊哦 你買那麼貴的 他就號稱降全頻率 可是其實你還是感受到他高頻砍的比較多啊 對對對這一定的啦 這是物理現象 但是我覺得還行 嗯 嗯 我有一次去看那個Inflames的表演 對對對對 然後他前面暖場團是Infernal Chaos 嗯 然後咧就我不知道 暖場團通常都PA開超大聲 嗯 就外場送超大 嗯 然後呢 所以我整場是這樣聽 那沒辦法 遮住耳朵 遮住耳朵聽 好好聽啊 就整個所有聲音超清楚 對啊對啊 因為你把DV數降下來之後 其實你反而聽耳朵比較清楚 對比較清楚 就我們這個月剛好有新聞就講說 你聽耳機到底聽得安不安全 因為你真的一打開 其實通常大家一轉到什麼八九分的時候 那時候音量已經超過安全標準 嗯 對 所以大家還是要注意一下自己平常聽音樂習慣 尤其現在大家耳機很方便 可是我耳機 我真的討厭藍牙耳機 哦真的假 他真的很容易出一堆毛病 嗯 然後我最近又用回iPhone最老的那種有線耳機 其實那個耳機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那個還行 嗯 因為藍牙耳機 我真正覺得好用的點 是因為這幾年戴口罩 嗯 有線耳機跟口罩線 加帽子加眼鏡 在那邊 我還要戴安全帽 對 就是那個線你拿下來的時候 你都不知道現在拿線在哪一個 然後但是你戴安全帽拿下來的時候 藍牙耳機就有一顆掉到水溝裡面 哇 現在我沒我還沒這個問題 幹煩 而且藍牙耳機真正最大問題是他 他壽命大概就是電池的壽命 對 就如果你買一個很貴很貴的 然後結果可能過三年兩年 然後他電池壽命沒了充不進去 我現在沒用藍牙耳機 他那個不知道為什麼有一個 呃 就是我們不是把它收到那個電池盒裡面 嗯 他不是充滿了他就會斷掉嗎 對 沒有那一支就是有一個永遠都在充電 然後我那電池盒就是 基本上你每天都要充電 那是電池壞掉 對啊 我覺得很煩 然後我就後來就把它放到沒電就先放 對啊 因為我有些燈也是這個樣子 如果這時候有藍牙耳機廠商覺得 你都沒這個問題的話 歡迎沒有給我們業配 我們接受業配 OK我也想要 哈哈哈哈 沒有我們還要付錢哦 我上我上我上次 我上次買是因為我是那個 Google向導 而且我是八級向導 總算是今年升級了 有點感動 然後結果他的Google商店 有給我們這些向導的一些優惠 我就欸有打折就不到不到 不到三千 我就欸好那買買看好了 Google的那個我是比較平衡的版本嘛 可是我覺得他音場那些就 對我來說是OK OK 因為我畢竟不像查拉那種耳朵很利的人 OK 他查拉耳朵 我真的好想瞭解他耳朵構造是甚麼樣子 我要是要請查拉來好了 找查拉來嗎 對啊 然後讓他宣傳電影 對啊 有甚麼電影 我順便宣傳一下 順便問他一下電影音響的概念 因為我這個有去音響展 哦 對 然後音響展 因為我有看一些音響的頻道 嗯 然後 可是我去聽他的展間 嗯 那個聲音對我來說就太 平凡 就是說好聽可是就是沒有感覺到特色 但我覺得有些人就是追求這個 他們希望那個聲音出來是很中肯的 自然的 對 可是我有看一些什麼 一些牌子 就是一進去聽 哇那個聲音 那個 他是他不是播那種大交響樂 因為那種大視聽是很愛播大交響樂 他是吉他獨奏加彈唱 嗯 然後那吉他的每根弦的那碰的聲音 就那 而且那聲音是空間感的立體度好棒 就是只有一把吉他 哇這個聲音讚 我覺得音響真的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嗯 我記得我有一次去一個音響店 在新竹 嗯 他剛好陪我學長去 然後那個 店 就是 店長或老闆一聽就知道 說是我們是玩樂團這樣 他就放了一組喇叭 就是給 他說你們聽聽看這組 你們覺得多少錢 然後我就就是 下一支我就放了一支要滾樂 嗯 然後我一聽聽 大概三千多吧 嗯 他就臉色一沉 他說怎麼沒有沒有那麼便宜 然後後來講一講 他現在是特價三千都沒錯 但那個原價可能五六千 啊 然後他就說 然後他就說 可是我就跟他說 可是就是聽搖滾樂 我的感覺是這樣 他說不然這樣 然後他放電影 那個砰出來 哦這樣的話就聽起來就貴了 嗯 就我可能是載體的問題或什麼 對 而且就是大家在錄音追求的點不太一樣 像我們可能在 像我剛剛講那種吉他獨奏 他那個動態就會很清楚 嗯 啊我們定期他破音一開下去 那動態什麼東西啊 我們的波形就是這樣 動你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no dynamic啦 對啊 就是我覺得就錄音的狀況 情境要求就是不一樣 就你到集high game的時候確實這樣 對啊今天早上我 一到公司一放音樂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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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 就鼓這樣打誰鼓的動態 然後我就在那邊 哈哈哈哈哈 你有看過國外熱頻道嗎 zedil大哥看到開牆 對對對 那超好笑的 就那個 完全就是 一直這樣 到 就 辣 等 Ste 等 等 Wake Lead 哈哈哈哈 這就是DJ 講到DJ,有一個人他自己有成立唱片品牌 Jack White他本身是一個音樂家 他有很多團,他有很多老婆 我覺得最扯的是他組的White Straps 本來他一直說那是他姐 以前都說那是他姐 可是他到最近這幾年才講說那其實是他老婆 前期了吧,現在是前期了 我不知道他後面的關係 那Jack White他自己有成立一個品牌 然後最近跟MXR推出效果器 他是把兩顆microamp放在一起 幹嘛 他是Jack White 他想幹嘛就幹嘛 你有沒有看到一個吉他就是Guitar Hero 吉他英雄 就是他跟Jimmy Page還有Dayage YouTube吉他手跟Let's Zeppelin 結果他們三個在聊器材 然後你就看他吉他就是一個超破吉他 上面還裝一個那個麥克風 然後他有一段是直接放個石英漆在木頭上面 然後拉一條弦 對對對,然後slide 對,就開始彈了 對,就一個怪人 不過他那一顆 怪人啊 他就是可以做到很別人沒有想做的事 他其實前幾年也在呼籲大家 黑膠產量要上漲 因為唱片黑膠產量需求大增 可是他們整個產線 他是不是自己做了一個黑膠廠啊 對對對,就是他自己有他自己的唱片廠牌 然後就是也有出黑膠 然後他現在也有賣周邊 像他有效果器盤啊 其實我覺得設計不錯 因為他就是黑色跟黃色 他那個就完全沒有想到亞洲人如果要買怎麼辦 而且他都已經做那麼帥 然後固定方式居然是束帶 太值得吐槽了吧 這個人是這個月最值得吐槽的一部分 所以你對一個效果器盤完整的概念 你覺得他應該是怎樣 因為像我們也有看過就是 他就是有出那配件讓你固定 像我器直接在盤子上的一些配件 那個他沒有了吧 他都他給你配件束帶 沒有,我說是別的牌子 就是有些像我們有 你說的是那個tempo是不是 因為像很多牌子 我們是自己拿魔鬼沾 然後黏上去 那有些人都束帶綁 然後他給你很多洞 那像剛剛講的tempo他就是 模組化 模組化他就是固定零件在你的效果器背面 然後固定零件在效果器盤上 然後再把他裝上去 我對效果器盤的想像是 要有因的可塑性 可塑性 然後他要一個 他要容易變動 可以調整 可以調整 然後最 最大限度的不要傷害到效果器本身 像tempo那個他要黏上去對不對 可是他用的那個膠其實很黏的 可能拔掉會把漆拔掉 漆拔掉 不然就是殘膠很麻煩出 因為其實 如果今天這個東西要轉手的話 其實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對 然後所以我個人還是都偏好使用魔鬼沾 因為我最近有在追一些IG的頻道 然後他就是幫人家整理效果器的 就專業 就那些走線他固定 我說這真的裝上去應該不會動了吧 因為他那個線是完全就走 有角度的 然後就整個全部線一排就是一排線 很整齊那個 好爽 對可是那個東西好像就靈活性就會變差 他就是我以後就是這樣 呃 對阿 所以 我不會用那種的嗎 我也不喜歡用束帶說實 不喜歡束帶 為什麼不喜歡束帶 因為束帶是最不不傷氣的 不不傷背面那些 呃 沒有他們說的那種 我說束帶是他們來走線用的那種 走線的束帶 沒有沒有愛 所以 沒有走到這種地步 對阿 我還是會盡量用可拆 可移除的材料來做 因為像我很常訂日本雜誌 像Geeks那些 你就看日本人盤 他們都不是那種有洞的盤子 他們就是一塊板子 對一塊板子 可是美國其實還是很流行這種板子 喔美國也是 歐美都還是很主流這種板子 像那個Vertex的老闆 蠻常不然就要做盤子的 喔他自己也是有在幫別人做 然後他那個線也是走到很神經病 我看了也是覺得蠻爽的 然後我每次看他那個頻道 我就覺得 幹你DC線我不自己焊 因為那個線就可以走得很直 看得很爽 那你可以把我麥包打開來看看 柯柯打開來看說 哇塞這個 做這個線的人真是有病阿 喔有有有 他有拍給我看 就哇有點扯 那個吉他電路線 走超級整齊 幹每個都強迫症 這就是男人浪漫你知道嗎 你想想看我們當年做效果器盤 整體那個 那集流量有多少 對 那集流量其實蠻不錯的 還是我以後這邊開個單元 然後就專門幫樂團整理效果器盤 待機也不錯 我覺得這個 每次著收一點工本費 職人系列 還是我們就開放報名 不錯喔 每個月幫個樂團的一個月手整理 配豆腐 有興趣的在彈幕上打1 沒有彈幕 在下面留言打1 沒有 在下面有興趣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 對 回到產業這邊啊 第一件事情我覺得可以討論一下 是 Gibson 木吉他廠擴建完成 嗯 擴大一倍 我覺得Gibson 木吉他應該在美國還是有一定的市場影響力啊 因為我看了很多報告 就Gibson基本上還算是木吉他前三 就除了Martin Taylor之類 應該就是Gibson 對對對 所以他擴建木吉他廠好像也沒什麼不好的吧 嗯 對啊 那只是在台灣來說的話 Gibson木吉他有一陣子 尤其是我念高中的時候有點像有家武士吧 嗯 就是可能只有幾間店你會看到 對 因為我在Gibson木吉他印象最深的 反而是重金搖滾雙面人的電影版裡面 他的木吉他所有吉他都是Gibson 他是他那個木吉他 其實那個聲音 以電影的收音 電影錄音來講是蠻豐厚的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可是就是對Gibson的第一印象 被這視覺影響 對啊對啊 對對對 Gibson算是真的很老牌的 畢竟他是在電吉他沒發明的時候找到成立的公司 對啊他也是 他木吉他起家還有曼陀琳 他是曼陀琳 曼陀琳他改良了曼陀琳 就OverGibson他改良了曼陀琳 那我們現在看到曼陀琳 基本上那個型態大概在他那時候才定型 因為以前曼陀琳的背後是一個很大的 像杏仁子一樣 杏仁河 就他是一個很大的圓背 以前古早的曼陀琳是這個樣子 我想說琵琶 對 產業新聞 Polypia對TikTok的描述 你覺得TikTok對吉他手有幫助嗎 下面一位 沒有 因為他們的講法是這樣 因為我們現在你看Youtube上面 如果你只是單純拿一把吉他在那邊彈的話 基本上你不用講流量了 對 因為就是大家會訂閱像說圖 然後說明 這些影響 所以看到黑佳佳跟喬瑟夫還有盧廣眾的節目 他們封面長都是放黑佳佳是一樣的道理 對 很多人會他可能很認真做音樂很認真彈 可是他影片本身沒有什麼特點 他就只是去示範或cover這樣的東西 在Youtube上是沒有什麼吸引力的 像我們看很多樂團cover 現在每個都拍的跟MV一樣 OK 這個成本價格有點重 可是他雖然TikTok上面 你去彈一個ACDC 那是Struck之類的 之類的 然後你短短一個影片 可是就是可能戰率就很高 可是他那個 因為我不大確定他們那個推播方式是怎麼出來的 亂數 就他基本上是依照你之前可能按讚過什麼東西 然後他會推播給你 對這個樣子 然後重點是說 Polyphea的Tim Hansen 他覺得TikTok重新讓我們在下一個世代的人 接觸到吉他音樂 因為他們在TikTok上面聽到這些歌 然後彈其他事情 好帥的事情 所以他的看法是這個樣子 你覺得 每個世代都有每個世代的不同 所以我沒有特別 有什麼反應 對 你自己有TikTok賬號嗎 沒有啊 我有 我還是會看YouTube short 對我來說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對 就推播習慣不太一樣 對啊 我是真的沒用過TikTok 然後我就是 YouTube short會滑一滑這樣 現在IG也是 你限動會看嗎 限動會啊 我是會看限動會 因為我是不太習慣IG往左右滑 我是習慣上下滑 沒有啊 IG現在也有 跟TikTok差不多的東西啊 現在就是他們TikTok片子 就直接轉到IG跟YouTube去 對啊 YouTube上其實很多也是 對啊 所以其實都有 內容應該都是共通的 可是你就會發現很多好像都假帳號 然後一直傳 那種事 對就是一堆大陸影片也被傳過來 之類的 對因為他們的產量太大 就搬移反而很容易這樣 然後也不容易被抓吧 就像台灣以前很多YouTuber被 搬到B站去 然後直接搬 然後或者是直接訪拍之類的 對連台詞都一模一樣裝拍 對啊 就也是有看過這種事情 所以就OK 因為我這樣問啊 因為我們下一個 Din Zelensky 哲倫斯基 Din 哲倫斯基 Din 對 Din的老闆跟Din Zelensky的老闆 不 他是Din的前老闆 他後來離開了 後來自己又開了DVZ 後來就變Din Zelensky 對然後他最近有提出一個 到底怎樣的樂手是那個Icon 他是一個Icon 他好像 英文瑪姆斯丁 跟 Jimmy Page 平起來類似這個樣子 他說 英文瑪姆斯丁 可能台下就充滿了 對吉他很狂熱的人 可是 Din Zelensky 下面除了這群人 對吉他很狂熱的人外 還有一大堆對他們喜歡 歌他們的粉絲 所以說Jimmy Page 他是比較偏 那種Icon型的吉他手 就是那種標誌型的吉他手 可是英文瑪姆斯丁 可能他就是Guitar Hero 這樣 你不能否認 英文瑪姆斯丁 是一個很棒的吉他手 可是 如果論影響力的話 可能Jimmy Page會更大 對 這就跟那個現在起爭議的那個小屁孩一樣 蛤 就是 機關香凱莉 Mashikon Kelly Mashikon Kelly 就是 呃 我覺得講影響力這件事情其實是很 很世俗的 嗯 就是 我們都知道很多 像我是聽poppunk的 嗯 我們可能聽過很多很棒的poppunk團 但是他們畢竟沒有走紅 因為這個時代不屬於這個風格 啊 但是 實不我語 實不我語 對對對 下禮拜跟他演 哈哈哈 但是但是你知道Mashikon Kelly的出現可能會帶動 多少人去接觸這個風格嗎 嗯 對對對 就是 我覺得一件事情就這樣 他有正反兩面啦 嗯 就是大家都 欸 Mashikon Kelly就是肖肖啊 他不是跑去跟Taylor吵架幹嘛 什麼 Corey Taylor Sleepner主唱 對啊然後 我當然不是說他這樣做是好的 嗯 但是 今天這個 起爬子 出於某種原因 跑去玩了poppunk 嗯 但是可能因為他做這件事情讓 可能多了一兩千萬的人口去 去 我知道這種音樂 啊 然後可能 可能 可能最後這一兩千萬人口最後可能有 一百萬人跑去聽了 譬如說 Timing Pots 嗯 有五十萬人跑去聽了 Newfound Glory 嗯 然後有五十萬人去聽了 我不知道 Otai Low 嗯 或是跑去聽了什麼團 因為現在 現在年紀到了 要一直更新樂團的名單 真的是很難 對 可能因為這樣他們去聽了更多不同的音樂 嗯 然後讓整個poppunk poppunk圈又 或是整個所謂龐克樂的這個 風氣 不管是poppunk streetpunk 還是 skatepunk 還是hardcore 還是 Emo 什麼的這一掛 讓 聽這些人變多的話 嗯 我覺得何嘗不是壞事 我先不管他做人廚師這件事情的話 嗯 對 我覺得整體來說就是這個月的產品出乎意料蠻多 不過到後半個月的時候就是聖誕節了 對聖誕節就國外都放假了 就不管是藝人的消息或者是器材的消息都比較少 嗯 不過我最近最後我還有一個很想聊的SSL12 SO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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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ic 就它的那個SSL2的 擴充版 對擴充版 就是在機器上面有四個印號 然後可以接那個ADAT 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就它還有另外一個TALKBACK 結果你可以按下去就是錄音室跟錄音室裡面的人對話那個 我說你這台不是入門級的產品嗎 為什麼會做到這種等級 它應該是入門往中階靠了吧 是啦 可是我是覺得 它價格多少兩萬差不多吧 我這個價格我還不太確定 可是就是 嗯 它我覺得它概念就有點像ForkerRise的 就類似8i8之類的 就是等於說它可能是可以拿去錄股啊那些東西 我覺得宅路錄股這件事情有點 不過在國外我覺得蠻正常的 真的嗎 對啊我覺得國外的空間限制沒有台灣那麼強 就是台灣一年賣出的股的數量可能是國外的一個禮拜 左右這樣 因為台灣的空間真的不適合放學什麼 就尤其是像我們住在死台北的死台北人 它不只是空間啊 它聲音的大小 對啊那個很難做啊 那些在教室買股的爸媽 我們都會很認真的跟他講說 你決定 搞不好人家很有錢呢 沒有人家從來不聽小孩練股的 就人家把小孩送來然後就讓他一個人去然後爸媽就離開了 就你不你要聽一次你小孩練股 你才會知道鼓有多大聲 對 你塞在都被子都沒有用 對 這個是完全它那個聲音穿透力極強 然後它的頻率範圍又廣 從最亮的拔到最沉的大鼓 對 所以你買爛一點的震動又大啊 沒有就是買爛一點的 就拔不亮鼓不沉 只有皮聲的那種對不對 最好是連皮都沒有在踩下去 轟進到鼓裡面轟進去 那臉屁了沒有回彈啊 就你的角力要比平常更大 讓它還是可以受回來 那到上身骨的時候雙踏直接220 翟路到底現在大家做到什麼程度 因為我們對宅路影響就是要把東西錄一錄啊 然後可以的話做回音啊 然後這些 我在想現在的宅路是在跟我們 一兩年前講的宅路 是不是又進入到一個不同的狀態 不知道欸 好啦所以我覺得 基本上今年12月出乎意料 因為我以為說通常 別的廠商都是在12月就開始放1月 因為以前有Name Show 然後其實到去年Name Show已經延期了 可是基本上大家12月還是去拼命噴 就欸 今年12月有點安靜 因為今年的 應該說明年的Name是在4月舉辦 對 所以我猜大家可能會hold到2、3月才開始放消息 我還是覺得 因為像PRSSE Silver Sky也是今年1月 可是 DGT他現在那麼早放消息出來 我覺得他遲早1月一定得放正式的出來 他應該也不會拖到那個時候 1月出來我們可能也懶得看 因為要過年了 喔 幹過年那段時間news怎麼辦 休息 休息 那我們希望 欸1月 希望有可以很大量可以吐槽的東西 1月希望 玩獸 1月玩獸 我們其實差不多要下第二批貨了 要許願的朋友已經可以準備了 在下面留言 對對對 好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掰掰 掰掰 健美頭讚啊